一層防空 法寶定峰珠 获取攻略 有了这个法寶 打黄蜂大圣的时候会轻松不少 好咯 这里是不是在第二章的支线攻略第五期了 前面搞了好几个了 这回我们就触发最久的珠的支线任务 前往尹斯哈里国 这么一个隐藏地点 里面会有一些隐藏的boss 隐藏虎先锋 还有副版 我要把这个整个支线完整的流程 还有这个boss的打法流程 全部都是放在这一个视频里面 OK 我们开始吧 首先传送到第二章地图黄蜂岭的邪魂崖 整视频这个位置 又是这个位置 反正统一都从这里开始 这是哪里啊 前面有个像NPC的东西 这是什么 八九 杨问天 古今 谁不死 五秒 无论正事 去给三少截酒的嘞 我有哎 我有他需要的东西 要让这个猪醒来 需要重要道具 醒酒时 醒酒时有两种获取的方式 第一种是在地图上直接剪 第二种的话 可以在石中人的秘密商店里面去购买 那么石中人的这个支线 我已经在上一期视频 这个变身石头法术必成 毫毛法术身外化身 这个获取攻略里面有说 如果你们还没有解锁石中人的去搞一下 另外一个方法是这个地图上直接剪啊 我们可以先传送到 黄蜂镇定峰桥这个地方 就在这个里面 第一次来的时候啊 这是什么 回到了一个重要物品 这里 卧虎寺 卧虎寺 hng 这是什么 这些烂熟肉实之若涅破吞针 气死啊咱 唉 你想烦了 给咱找点好东西尝尝如何 这些烂熟肉实之若涅破吞针 老夫缠那碧友缠得紧 在此干旱之地 可能寻到 碧友 肯定已經有了 我有欸 我都很多碧友 偶爾吃食素 也未嘗不可 事情有了些眉目 那黃金之國 真與這不毛之地有關 傳說中黃金之國 是太陽西沉落海之地 那裡的人們 以蜀為尊 只是不知怎的 後來這個國家就消失了 很是奇怪 誓才咱嚐了嚐那些 鼠精鼠怪 咱們這像是還帶點兒人味 那古國移民並未既往 黃蜂怪與古國的神秘蕭雲 恐怕脫不了干系 來之前 大哥給我一枚金片 說是到時自有用處 時候到了 咱這就回老地方 誓上一誓 誓才咱嚐嚐嚐你 那古國移民並來之前 大哥給我一枚金片 是這兒嗎 是這兒嗎 整十屏 我去看一下 好我知道 應該是這兒 這裡然後往前走 好我知道 應該是這兒 這裡然後往前走 什麼情況 那豬去哪裡了 在這兒在這兒 黃袍外 好身手 痛快 呵呵呵呵呵 如此甚好 與咱同富古國如何 好 兄弟 前面這個好像又是個很大的地方 這也可以走啊 獲得一個長嘴臉 喝酒後一定的時間內 少許增加攻擊 遭到傷害 如果長時間內不喝酒 則反擊 這個沒用啊 不好啊 不喝酒 就減少傷害 其實我現在葫蘆可以去生一集一下 是沒去生 還可以生一集 沒水了 水都要喝完了 呵呵 金人不見古十月 金月曾經照古人 你看 黃金之國也好 落日之國也罷 都已不復存在 傳說這裡的茫茫沙海之中 曾蛇伏著一隻上古巨蟲 這巨蟲平日裡沉睡地底 無種可尋 一旦醒了 便會鑽出來吞噬人衝 偏偏它外殼堅若磐石 尋成刀斧弓弩 難以穿透 往來傷屢不敢靠近 周邊小谷更是苦不敢言 侍奉逆至黃毛雕屬下界 途經此地 感應到那巨蟲身上 似有無上佛理 於是施法震住巨蟲 收為其用 小國國王大喜 將蜀妖奉為護國神聖 更為它建妙塑像 世代供奉 蜀妖徒修煉方便 乾脆留了下來 後來 蜀妖神功出城 盧走了唐僧 與孫悟空 即戰於黃蜂嶺 以時風煞彼日 日月無光 那蜀妖的神風 著實厲害 若非靈級菩薩出手 怕是真經難取 只是 沒了鼠妖所臣 古國自是難逃覆滅的結束 而原本水修山青的黃蜂嶺 也變成了今天這般模樣 莫德拉提克 塞爾達傳說裡面那個 沙蟲 這裡估計也是一個厲害的BOSS 晚上估計不一定能打過的 小蜂嶺 小蜂嶺 喔 好優移 有些詩文 前面那個老虎 虎仙風 什麼情況啊 新虎仙風 好疼啊 看來這裡打不過了 哼 想見大王 行過了我這關 剛殺了一個 想又來一個 你看這個下面的虎仙風 像是被一套了 你也會彷彿鐵地 空了 空了 他 可以 要過了 現在技能多起來就感覺花樣可以了 我獨門法術 她的 豪子 這不知道是 虎頭牌 這裡面的妖怪都是兩面三刀的 看一下 五先鋒 若連續打中對手 短時間內少許增加攻擊造成的傷害 土地妙就在前 好 節拍器 虧你想得出來 節拍器 我就完全不搞笑了 剛才我用的這個好像不好用 這個什麼白目真人 到現在還沒有收集到傳說級的這個化身 什麼情況 肯定會有黃色的 這個地方好大呀 這個地方好大呀 居空節 金色材料 還有沒有 这个神运商店里有卖这个东西 还有个什么金虚空结啊 哦是强化化身用 我现在那个强化化身一个都没强化 我一直留着 我大头也没强化 我想等一个厉害的金色的那种 比大头还厉害的有用 再强化 啊没有金色的不会吧 只能升其中一金色的不是吧 那我一直没升 哦好刺眼这里把我眼睛闪瞎了 我再离远一点 打坐 那我这景点都早期了要 我看了第一个人 看了第一个人 以前是最开始的那个 后面都没关注 这游戏真的花了多少心思 好像是老火 好像又不是 没有走什么 把没序的地方都去里面 你们全部走里面 今天已经快叹走完了 那是什么眼力 白天打过来看 不是有就是少那个 就是有个boss 就是他说的那个杀虫 把什么大杀虫 看看是没有什么 这次黄蜂怪 你说的那两个字我都不会念 是什么怪啊 念不出来 虫子旁呢 哇 人家的副板 哇就是他嘛 这副板是杀虫 是这个 反正我真的在走 马上就走 这里就是剩下最后一个boss 还有黄蜂怪呢 黄蜂怪呢 黄蜂怪呢还没打 黄蜂怪最后 雷谷之法 本是这天尽头的百姓 为抵御太阳西沉入海的海费之声而发明 海水沸腾 声音之大 可以震杀城中小儿 雷谷之法解了此难 却又引来了妖怪 他要法宝护神 不无可奈何 你既有胆来 恳请助我一笔之力 就是那个boss 哇哦 这么帅 就是像假虫啊 杀假虫 这坏 是 休假 傷害好高啊 喝一喝 我感覺這個怪好像都不屌我 我這下面去咬他不管我 瘋狂的打 石頭狗衝鋒 18盾地了 哇 從下面戳上來 這我要不是石頭鋒 我就可以戳上 又來了又來了 這肯定從頭鐵片 我不要 人呢 哎呀 按慢了 又來了 快閃 什麼有動畫 白衣袖是 白衣袖是第一關呢 第一關打過了 現在第二關都快打完了 第二章快結束了 現在打關 我從早上打到現在 白衣袖是大概要多打幾遍 什麼東西 這怪真的是 哇 頭上這個 是那個 我來助你 哇 我有隊友了是嗎 這小黃蜂怪 我已經沒有血了 他居然還有半血 黃蜂 黃蜂 放 出來吧 頭頭 哇 大都空了 大都空了 完了完了,又沒過 出劍差一點點沒打過 打過就帥了 不想他這把蠟招,真是帶雷了你 可以變嗎? 不然變過了嗎 小猴子,就是現在 就是現在 還是要死嗎? 我沒覺得是拿個冒險 畢生 哇靠,又是死血破關 每一把全都是死血破關 每個BOSS都死血破關 這個BOSS好像是開運氣 真的是開運氣 這動畫也太牛逼了吧 兄弟 廣誌跟大頭打了兩小時 廣誌是 是狼教頭嗎?第一個 沒事慢慢練 先打狼教頭 好吧,先去打狼 你先打火焰刀 先把他的變身技能拿了 然後再去 打大頭 或者大頭都可以不打 大頭可以先不打 先打火焰刀 然後大頭不打 先去打後面那個狼 狼打完再來 反正不急 什麼時候拿到葫蘆再去打 大大頭 釘封珠 法寶 哇靠 這個是專打黃蜂怪用的 應該是 釘封珠嗎 通天角 這地方不會回不去了 回不去了 有沒有東西沒拿都不知道 拿了個通天角 然後還有什麼定封珠 招出定封珠 一定時間內 大大增加傷害減免 不受大封影響 對特殊對手有效 那就打黃蜂怪吧 不做阿蜂怪用的 太陽 太陽